2022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在市貿易館登場 台北市觀光傳播局以台北大眾趴趴走 作為今年台北館主題 推廣好玩好吃又充滿生態祕境的超值遊城 讓大家一起探索城市體驗自然風光 今天我們的台北館民所未見的台北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是要宣傳台北大眾走 台北大眾走是台北的市民朋友 非常非常喜歡的一條路徑 然後現在已經有很多人拿到了認證 然後要是一段一段的走 其實可以花很長的時間 在不同的星期不同的禮拜不同的月份 到這邊看不同的景色 那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走出戶外 在疫情過後除了自己流之外 其實我們生活的周邊有非常棒的景點 有非常棒的人文還有很多的歷史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在台北 從台北大眾走的第一關叫做關渡 關渡裡面我們現在你可以騎著腳踏車 非常快速的就達到一個看得到水稻田的地方 你難想像在台北市不到15分鐘到半個小時的車程 你可以看到水稻田 第二個我們現在台北我們有個活動 又是關渡這麼田 關渡這麼田已經辦了非常多年 我們非常多關渡的青龍 在這邊種了非常優質的水稻 然後做了非常多在飲食文化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推廣了相關的有機桶業 那到台北到關渡你可以從這裡開始啟動台北大眾走 那今天來的是我們關渡跟北投溫泉的相關的業者 那台北有這麼好的風景有這麼好的地點 其實都是希望大家能夠 我們在台北有其他縣市的工作也到台北來觀光 我們希望從今天台北館的開幕 然後讓大家看到所未見的台北 你不知道的台北 台北我們有非常好的景點 也是全球數一數二的這家旅遊城市 我們這次的國際旅展也是以我們台北大眾走為元素出發 然後在我們現場有看到我們關渡的布置 我們關渡平原有非常美麗的景色 同時關渡也是我們台北大眾走的第一段 所以從關渡出發可以縱染整個台北市的美麗景色 然後台北市的青山步道就是我們的大眾走的步道 整個七段總共在都是在我們的台北市的範圍 就是離我們市區很近 搭公車搭捷運轉車就可以到 那可以讓民眾可以有充分的休閒時光 這次博染會觀展人潮眾多 似乎因為後疫情期待 民眾紛紛開始出遊 伴隨著政府支持像是安心旅遊等補助 也增加民眾旅遊的意願 觀光業者也對海外旅遊市場抱持期待跟信心 希望可以趕快取消建團令縮短入境格力微0加7 自從疫情發生以來 我們說我們的旅遊產業遭受非常大的衝擊 還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適時的給我們的三倍券 五倍券 安心旅遊 悠遊國旅 這多方面的補助也增加了我們國人出門旅遊的意願 直接間接的也給我們的觀光效益創造了不少 讓我們的觀光產業在這個疫情 還能夠稀微的整體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我們說近期 根據我們國人旅遊人士 目前出遊的已經超過了2019年的8成 在這裡我也要謝謝這個機會 感謝我們的蔡總統 一直不遺餘慮的推廣台灣的在地觀光 還有支持我們 扶持我們觀光產業 接下來我想跟蔡總統說 旅行產業這三年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們依舊不負眾望 積極的開創更多更新的旅遊產品 讓我們的消費者能夠體驗到更多的在地文化 一同發掘我們在地之美 並秉持著安心旅遊 永續經營的概念 然後來提升我們整體旅遊的環境 在海外旅遊的市場部分 我們說隨著COVID-19的流感化 全世界也逐漸的開放了國門 據我們旅行業者 最近的消費者的諮詢 海外行程可以說已經有五成以上的消費者 願意前往國外旅遊的一月 而此次我們的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也睽違了三年首度的邀請到了航空公司 來歷齡參展 各國的觀光局旅行社 還有品牌的旅行社們 都趁這個機會 積極地推展海外的行程 可見我們大家對下半年 海外旅遊市場是有極大的期待跟興趣 在這裡我要大聲地說 期待了三年 我們旅行產業已經準備好了 只要我們的觀光局指揮中心 能夠取消經產令 讓我們的路徑防疫縮短到0加7 整體的觀光產業才會有機會 恢復正常的運作模式 而且我們也希望鬆反觀光圈鎮 讓我們的路徑人士升高 讓我們的國際旅客能夠來台旅遊 增加我們台灣的觀光收入 更讓國際看見我們台灣的美好 本屆它會以精彩世界想旅遊作為主軸 通過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會請所有國內優秀的國內LINE的旅遊同業相互交流 開拓觀光旅遊星期集 也希望這次消費者能夠在我們的展區 能夠獲得更多的收穫 臺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至今已經邁入第16年 每一次的舉辦都辦得有聲有色 吸引全國各地的朋友來參觀 創造許多商機 也讓我們很期待可以和大家來共襄盛舉 這段時間以來 面對全球疫情的起起祝福 我們的觀光業者真的很辛苦 也很努力地撐住產業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的團結 配合共同為我們防疫盡了一份力量 政府也一直和觀光業者站在一起 像是我們和國流管理旅遊泡泡 維繫產業能量 當時臺灣也是少數幾個 實施旅遊泡泡的國家之一 在國內旅遊方面 行政院和交通部下半年 也啟動了各項振興措施 比如透過國力補助 積極地勞立國內旅遊 也會公關產業遇嫌熱身 準備迎接後疫情時代的新機會 隨著生活回到長軌 今年以來 入出境的客人數 每月已經在逐步成長 現在正是時候 會重新爭取國際旅客來臺灣做好準備 在兼顧經濟和防疫之下 我請請行政院仔細評估開放邊境的時程表 同時做好相關配道措施 適時的來開放我們瓜瓜客的如今 臺灣是非常美麗的國家 我們的自然美景 歷史文化或在地的美食 都吸引很多的國際友人前來遊玩 特別是我們臺灣人很熱情 熱愛和國際友人交朋友 相信國光產業的移民曙光 很快就會來到 展覽今年集結 150家國內外品牌廠商 近400個攤位 有業者推機票2299元起 也有追隨免簽證國家的套票郵城 歡迎民眾提交卡位 記者溫定台北報導 記者溫定台北報導 記者溫定台北報導